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如今汽车市场上的新兴的自主品牌也越来越多 研发推出的车型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但是渐渐的似乎厂商们为了追求销售量和人气 却忽略了汽车制造的质量的本质要求 想必大家都听过汽车品牌爆出的各种门事件 如简配门 生锈门等 近来一款国产车同样也是深陷增油门 被吐槽为谁买到算倒霉的神车 一度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关注 这款车就是长安CS75 其实该车之前就被爆出过多种问题 比如车身生锈 异响严重 一键启动失灵等毛病 即使消费者反到店里维修也没有解决根源问题 并且还存在修理缓慢等问题 目前的增油门出自于之前的自产机油问题 当然长安公司及时召回了问题汽车 不过并没有能给出让消费者满意的解决方案 据官方称 针对漏油事件将采取升级ECU软件 和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方式来解决 不过很多车主反馈 升级后发动机仍然有冒黑烟 动力减弱 抖动等不良反应 引起了很多人的抱怨 而这次增油门的起因是部分车辆召回一次后 又被厂家召回升级系统 结果反而产生了油耗增高 增压器漏油等其他的问题 很多车主都表示希望公司能够负责任 从根源上解决车辆问题 而不是一昧的做表面功夫 虽说长安CS75长期以来的销量一直都还不错 不过如果一直无法解决种种质量问题 消费者肯定会对其失去信心的 希望长安能引以为重 让消费者满意